鉴于肖战的演艺事业多点开花,在代言商务这一块,肖战亲自发布了宝石龙的崭新大片,作为全球品牌代言人,宝石龙同样给足了肖战牌面,目前这则视频已经吸引到了2000万观众在线为观。 肖战展现出强大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吸引力,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肖战巨星地位确凿,能够让这么多顶舍大品牌给足肖战超高待遇,说实话不敢想。 据悉,肖战亲发代言品牌宝石龙的崭新大片,肖战用心诠释角色,品牌方还暖心投放到了各大城市的主流商圈,吸引来众多小飞侠大咖,其中就包括双料影后郑玉玲老师。 肖战的宣传大片吸引2000多万粉丝在线为观,线下更是不可估量,前来打卡的朋友们越来越多,这就是肖战的吸引力,魅力和影响力都是独一档,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也都被震撼到了,不敢想象肖战是如何保持住的,这么多年一直都站在顶峰,演艺事业一直都不可阻挡,多点开花。 肖战做到了金手初心,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里,肖战成为了一股轻流,何不夸张? 肖战巨星地位已经确凿,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肖战都是如此,恭喜肖战。 每天都可以看到来自肖战带来的惊喜,再加上肖战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也要上映了,捷报频传。 导演徐克庆典肖战出演《射雕英雄传》这样的高人气作品,但肖战并没有背着突如其来的关注冲昏头脑。 他始终保持清醒的自我反思,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为了更好的诠释角色,肖战在拍摄《射雕英雄传》时选择增重,这不仅展现他对角色的经验精神, 跟二人们看到了他为艺术可以付出多大的努力。 肖战对工作和粉丝都持有严谨的态度,助援于他对演员职业的敬畏和对粉丝的尊重。 他深知,没有粉丝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自己,因此,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肖战都竭尽全力做到最好, 希望能回馈给粉丝更多的正能量和美好回忆。 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肖战已经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实力和专业素养, 但他的演艺之路还很长。 未来还有无限可能。 32岁的肖战自从227事件后变得很低调,认真拍戏, 去年播出三部主演的电视剧,收获不错的成绩, 三种不同的风格让他拓宽泄露。 2019年主演陈秦琳爆红,成为顶牛,一直以来坚持做演员。 去年参加制足GQ活动,肖战接受了采访, 曝光很多不为人知的所思所想。 肖战给人松弛感,还有点幽默。 作为顶牛,肖战一直承受不少压力, 同时也放弃了普通人的嗜好。 比如无法放肆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他可以骑自行车散散步, 有次去胡同走了五分钟,结果被认出来。 还是去看电影更好,因为没人在乎你。 离开互联网,很多事情迎刃而解,肖战有很多想去体验的事。 比如坐地铁,逛商场,可能真的会去挤地铁, 以前也是经常坐,放下就是对自己的宽带。 肖战不会被社交媒体的声音困扰。 肖战比较满意当下的状态, 有工作,有自己的生活,还有喜欢自己的观众, 没有什么不满意。 过去四年突然爆红, 拥有很多素质参差不及的粉丝, 也引发,也引发各种反响, 但肖战走出自我回到生活, 真实面对自己, 拖下一些虚幻的光环,认真做一个演员。 肖战性格有很轴的一面, 如果坚实的事情认为是对的, 就很难被说服。 决定做演员,而外的事会很难说服他, 对他自己的选择就是做减法, 有些东西确实不是他想要的, 决定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 这是肖战从小到大的所受到的教育, 也有好胜心自己能掌控的事情, 不想错过任何一次机会, 对于无法左右的事不会较劲, 学会接受, 做好自己能做的。 每一部戏都是肖战努力争取来的, 成名前, 他也有试戏结果被换掉的经历, 碰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剧本, 肖战会主动约见导演, 传授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肖战的目标是做一个有观众好感的演员, 虽然不是粉丝, 甚至没有特别感冒, 但演出的剧播出能够吸引大家观看。 肖战不着急, 先做一个大家喜欢的演员, 再努力做一个自己喜欢的演员那个级别。 成为艺人, 自己的生活阅历会缺少很多, 他的同学们远超越他, 经历的都是真实的事情, 过着真实的生活。 他的情绪相对稳定, 但触及到一些点的时候会变得很不稳定, 他失眠, 很不容易入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 有的人没有分寸感, 这类人会远离。 当边界一次次被打破, 触及到底线, 他会很生气, 他可以接受失败, 几年前可能还不太接受, 但32岁的肖战, 已经学会了接受这件事。 过去的肖战虽然因为粉丝卷入风波, 但通过整理和疏通, 他走出这些困扰, 做好自己, 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 肖战其实都是在不断尝试, 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员, 他演话剧, 还演电视剧, 目前演出徐克导演的 《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 给自己增重, 变得强壮, 更符合角色需求。 真正想成为演员的人, 不会在乎自己的帅气, 可能更需要走进角色的内心。 肖战实演的角色没有偶像包袱, 不会刻意去耍帅, 只是有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如果改掉, 可能更接近角色本身。 每个演员可能都有自己的目标, 但大多数男演员可能都想成为一个演技派演员, 气度宽, 塑造角色灵力尽致, 而且有成功的代表作。 看上肖战的圈内大佬是谁, 为什么他能爆红。 众所周知, 肖战是龙丹尼瓦吉吉瓦公司X9少年团的成员之一, 91年出生了他, 2015年才凭借 《人烧吧少年》这一选秀节目出道, 那一年的他25岁, 上上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 出道前也从事着设计相关的工作。 可以说当时的肖战在一众选手中并不出条, 既没有专业优势又没有年龄优势, 而作为老板的龙丹尼, 在节目中还对其不友好, 屡屡针对他给出不利评价甚至打压。 好在肖战内心足够强大也足够努力。 更重要的是, 他在演唱表演等方面有足够的天赋, 让他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后续他在超新新学院《哦,我的皇帝陛下》等剧中, 饰演了配角。 虽然没有大火, 但是也打磨了演技和心智, 2019年凭借陈前令大火出圈, 肖战音乐成为娱乐圈炙手可热的顶流。 在2020年经历了二二七事件, 迎来了至暗的一年, 不过他很快又回到了观众的视线, 又一次回到了顶峰。 2021年后的他, 视野开挂, 参演的影视作品都收获好评, 王牌部队, 余生请多指教, 梦争的那片海, 玉谷摇等等。 作为一名演员, 他用角色和作品证明自己, 回馈粉丝。 那么看上肖战的圈内大佬是谁, 让他能重新回到娱乐圈, 肯定不是龙丹妮, 算是他将肖战领进娱乐圈的, 但肖战的爆火却没有他的一丝功劳。 在肖战艰难的沉迷史中, 看上他的圈内大佬, 他背后的资本就有曹华裔艺人, 心理传媒董事长。 肖战在2023年微博之夜, 获得年度优秀演员奖项后, 发表的获奖感言中, 就特别地感谢了曹华裔。 曹华裔作为心理传媒董事长, 也是中国著名制片人、出品人。 从《狼殿下》开始, 包括陈秦令以及话剧《如梦之梦》, 都是曹华裔提供的资源。 另外,于婉琴是曹华裔的代言人, 经纪人张晶也是曹华裔播给肖战的, 不过,肖战的爆红, 之所以能稳稳占据顶流多年, 跟他自身具备的优良特质又有很大关系, 毕竟娱乐圈强棚也捧不弘的例子太多了。 作为飞客般出身的肖战, 不管是唱调舞台、 现场话剧, 还是影视剧表演, 他的实力真的可见一斑, 也无人可复制。 作为飞客般出身的肖战。 请请参加许位置。